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5月21日 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呢 臭名昭著的BBC 他们今天爆出来了一个丑闻 这个丑闻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先跟大家就读一下 BBC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个报道 这个BBC的报道是说呢 英国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 发表了独立调查报告 BBC的电视时事类的专栏节目叫广角静 他的前记者巴西尔 以欺诈的手段获得采访 已过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的机会 BBC对此做出无条件的道歉 这个法官呢 是在5月21号发表的报告称 巴西尔的行为违反了BBC编辑指引 向BBC的上司与管理层撒谎 但同时BBC也没有能在事件中 持守高标准的诚信和透明度 这个报告呢 同时也给 戴安娜王妃的前夫查尔斯王子 以及戴安娜的两个孩子 威廉姆王子和亨利王子都发了一份 那威廉姆王子呢 就是说 欢迎这位法官的结论 并且指责广角静的专访 导致了母亲偏执问题恶化 也破坏了父母的关系 而这全因为BBC管理层拥物无能 没能加以追问 而亨利王子呢 就说 亲母亲是被连串的不道德的媒体文化 所引起来的涟漪效应所伤害 英国的文化大臣表示说 政府应将思考是否需要 进一步的改变BBC 现任的大法官也说 事件是否牵扯到刑事犯罪成分 应该由警察及执法当局来决定 此前曾否决开展刑事调查的警察厅 表示将根据新的报告做出评估 我们从这个来看呢 就是 英国有一位退休的大法官 他做了一个独立的调查 他调查的这个事件呢 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 这很多年前了 观众朋友当中呢 有的人可能还没出生呢 那在1995年的时候呢 BBC有一个记者叫巴西尔 巴西尔当时采访了戴安娜王妃 那这个专访当时引起来了很大的轰动 因为他牵扯到了王妃的婚姻状况 以及王室的一些矛盾纠葛 之后呢 就引起来了全世界的一个反响 那很多的媒体就毫无疑问 对王妃的私生活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我们就知道呢 后来王妃和查尔斯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 王妃又有了新的男朋友 有一天就一帮记者来追着王妃和他的男朋友 那王妃呢 和他的男朋友为了躲避这些记者 在一个隧道里面撞了墙 结果造成了惨剧 那当时的这两个王子 威廉姆和汉里王子呢 他们两个都还很小 很显然会给他们两个造成心理上很大的创伤 BBC呢 在今天还发表了另外的一篇报道 这一篇报道的题目是这样的 分析威廉哈里兄弟的强烈回应 这篇报道是这么说的 威廉王子所表达的情感并不夸张 这不光是关于巴西尔 而是关于BBC整体 也就是他所认为完全无力调查事件 甚至于选择隐瞒不光彩事件的这家机构 要注意的是 没有人说到此为止 也没有人说这个事件年代久远 他明确的指责BBC把父母推向离婚 也在随后导致其母亲身亡的事件上 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哈里王子也发表了声明 没那么怒发冲冠 没那么指名道姓 倒是正如他一向所说 指出是一种剥削与不道德操作文化导致世界 无疑过去是哈里对媒体怒目而视 威廉则显得既往不咎 如今这位第二顺位的王位继承人 以肺腑之言猛烈抨击BBC 似乎说明他所受的伤害有多深 有多么的沮丧 没错了 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BBC做了这样一个报道 就把全世界媒体的目光引向了王妃 同时呢 也引向了皇室 那之后一连串的事件就是 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离婚 后来王妃撞车身亡 现在看来呢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 BBC的一个非常不道德的一个做法 这个不道德的做法呢 就是这位专访的记者 他叫巴西尔 巴西尔当时他为了采访这个王妃 他就伪造了一些证据 主要就是呢 他伪造了银行的交易记录 他拿着这个银行的交易记录 去找了戴安娜王妃的弟弟 说你看这个交易记录呢 就是皇室里面给某一些人钱 让这些人呢来监视王妃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假证 这个证据呢 就导致了 戴安娜王妃的弟弟就决定说 应该让戴安娜王妃走到前台 应该来公开说出来 戴安娜王妃和X24王子 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 戴安娜王妃受了什么样的委屈 现在呢皇室竟然还派人来监视他 实际上没有这回事 没有用钱收买人来监视戴安娜王妃 没有这回事 但是事实上有没有监视 这个不知道 但是呢就戴安娜王妃 以及他弟弟所看到的这些银行转账记录 都是这个记者伪造的 那这个专访出来之后呢 这个记者还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都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记者 大腕记者 那现在这个丑闻出来了 BBC以及这个记者 出来向公众公开道歉 向王室道歉 向查尔斯王子 向戴安娜王妃的两个孩子 也就是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向他们两个道歉 可是呢人死不能复活 事情发生了就没有办法再挽回 从这个报道上来看呢 当时这个专访出来以后 里面有很多令人怀疑的一些章节 那当时BBC呢应该去深究 应该去追查 应该去审查 这个专访到底有问题没问题 但是呢BBC并没有这么做 那这个退休的法官 他所做的这个调查 是一个独立的调查 如果这个法官不来做调查的话 这件事情不会水落石出 这个真相不会大白于天下 人们也不会知道 BBC这么的纵容他的记者 做这样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从这个报道上来看呢 曾经还有人指出来可能 英国的警方应该来调查这件事情 但是英国的警方当时是拒绝的 现在英国的警方说 看到了这个退休法官的这个报告 他们认为应该对这个案件进行重新调查 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这件事情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呢 可能没有意义 可能我们也并不是特别的关心 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会特别的关心 是因为BBC呢一直都是恶贯满盈 进行这些恶劣的操作 他们也没少来坑害中国 BBC近来做了好多的报道来伤害中国 那现在呢搞得全世界 搞得沸沸扬扬的中国什么强迫劳动啊 系统性强奸呀 还有种族灭绝呀 这些世纪谎言 我们中国人知道这都是世纪谎言 可是世界上呢 有些人就会相信 有些人就会利用 就跟王菲的这件事情一样 在当年1995年的时候 广大的观众以及读者 怎么会知道这个专访是这样发生的呢 是由BBC造假产生的呢 皇室都想不到 整个的皇室就被BBC的一个记者操弄了 可是现在呢 整个世界都被BBC操弄了 BBC伪造事实 造谣中国强迫劳动 这件事情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后果 其实现在已经给中国以及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后果 他已经是欺骗了一些善良的人们 同时也给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以及政府提供了工具以及武器 不是吗 现在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 他们国会里面的那些议员 就利用BBC造的这些谣 对中国进行恶意的定性 对中国进行制裁 向全世界进行推波助澜和宣扬 这件事情已经给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 借口并不存在的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 拒绝中国新疆的棉花 拒绝中国新疆一切的产品 拒绝所有的雇佣新疆人企业的产品 已经造成了中国经贸方面的损失 也造成了中国一些新疆人失业 再这样发展下去 如果新疆人失业 没有饭吃 有可能会造成中国的骚乱 不过这就是美国以及西方 他们希望发生的 轻了中国 有可能会发生骚乱 发生内乱 严重了 也有可能会发生世界大战 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假如说悲剧因为BBC的这些操作 而发生的话 就算是将来又出来一个人 出来一个英国的退休法官 进行独立的调查 调查出来是BBC的记者的黑操作 那到那时候悲剧都发生了 就跟戴安娜王妃失去生命一样 无可挽回 我看到BBC在道歉的时候说 现在的BBC和当时的BBC已经不一样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现在的BBC 比那会儿的BBC是更加的不道德 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有能力的人 或者是有能力的组织 对BBC对中国的这个造谣污蔑 进行独立的调查 以避免比戴安娜王妃的死 更加悲剧的悲剧 这件事情实际上非常的严重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能坏了一锅汤 就BBC这颗老鼠屎 就能够坏了全世界这一锅汤 王室已经被他们毁了 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他们毁了 给两位王子从小心理上 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啊 BBC如果继续作恶下去 还会给这个世界造成灾难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不是 给你 发生中esen 有钱 Muito 老鼠屎 发展 后来 感谢观看